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關鍵時刻 我是豹傑 在古老最乾燥的納米比亞沙漠 我們看到這個沙漠居然出現非常詭異的 居然有一艘船 就這樣子停在沙漠的旁邊 而且可怕的是這個納米比亞沙漠 它離整個海邊居然有數十公里 你想想看有什麼樣的力量 可以把它拖到這個地方來 而且這中間沒有道路 也沒有任何拖的痕跡 它是怎麼樣來這裡 還有在中亞沙漠更詭異了 在閒海的附近居然有速艘船 也被拋棄在沙漠的上面 離最近的海邊有250公里 所以現在有科學頻道去推估去調查 他們懷疑說 不是只有美國在做廢城實驗 不是只有美國用那種高能量 做所有的物體的瞬間轉移 現在俄羅斯也可能在做這件事情 前蘇聯當時所做的成果 就是你所看到的 竟然在納米比亞 在沙漠的中央 離海邊數十公里之處 竟然停了一個19世紀的船隻 好 我們今天請到六位來賓隊 大家非常受益的 康英大學副校長 馬西文西明 您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文師工作者 劉災榮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網路官的家族 各位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資深媒體 紅石下 大家好 第二位是資深的社會記董瑞德 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就是 這一個非常難以想像的一個畫面 竟然在納米比亞的沙漠的深處 停了一個船舶 而這個船舶被懷刺 前蘇聯透過沸層實驗這樣的做法 把他送過來 我們看著網路 非洲西南部的納米比亞沙漠 占地五萬平方公里 它跪於全非洲最大的 納米比諾克陸夫國家公園境內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 也最乾燥的沙漠之一 沒想要在這裡 卻出現了無法解釋的景象 一望無際的沙漠當中 怎麼會出現沉船 根據了解 這個殘骸 早在1909年就被發現 是德國城市漢堡出廠的一艘貨輪 但原本在海上航行的船 怎麼跑到沙漠來了 有人猜測 是船觸礁之後被風浪衝到海邊 接著又被龍捲風掀到沙漠 但怎麼想都很離奇 其實在中亞沙漠 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衛星拍到沙漠中出現四艘船 而且離海岸超過250公里 到底如何移動到沙漠 也令人費解 美國CIA懷疑是否前蘇聯 也在沙漠進行所謂的 費城實驗 類似時空穿梭的神秘行動 才會導致如此奇景 東西新委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好 上下我們看到 空能量的轉移 把它做時空轉換 時空轉移 好像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然後這艘船 就是科學家 一直百思不人其解 因為就算你有洪荒之力 你都沒辦法把這個 長100多公尺的船 移到沙漠的中間來 很重很大 而且保健你看到沒有 這艘船仔細看它的形狀 是非常的完好的 完好的它在納米比沙漠這邊 納米比沙漠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沙漠 它已經有8000萬年了 然後每一年的雨量只有0.4公里 所以它絕對沒有水 但是怎麼會有這麼一艘大船 而且在這中間保健你看 離海岸線 還有四五十公里 數十公里之遙 怎麼給送過來的 怎麼送過去的 怎麼送過來 發現這艘船的時候 大家都嚇了一跳了 你不敢能用空運 你也不敢能用龍捲風 如果你要拖運的話 你有什麼樣的力量 可以把這個船 拖到這個沙漠的中央 你看我們現在的大船 要造船的話 一定要在海桿旁邊 然後它不然你要開條運河 直接的就是幾十公尺 上百公尺把它運下去 就已經不得了了 你這麼大的這艘船 你要運過來 那你一定有拖行的痕跡 從騙查數十年 沒有拖行的痕跡 那有人就說 那怎麼過來的 有人說是這艘船 是大海嘯衝過來的 可是大海嘯衝過來 你看這數十公里對不對 311大海嘯 一衝進去 1.5公里 那麼大的海嘯 也只能把整個衝到裡面 1.5公里 亞齊省的南海大海嘯 2到3公里 你有什麼可能 那如果台灣 整個世界有過這樣一個大海嘯 這一百多年來 我們會知道啊 全世界早就滅亡了 那一個大海嘯 可以衝這幾十公里 沒有過這樣一個大海嘯 所以到底是什麼東西 送過來的呢 然後更神奇的是說 你說現在想不到 任何的力量 可以把它送過來 那有人說是風暴 可能把風暴 能夠吹五十幾公里嗎 有人說是龍捲風 可是我們看龍捲風 一吹的時候 吹哭拉朱 所有東西 都是那個 MOTEX的那個 漩渦的力量裡面 都粉碎的 如果你真的是龍捲風 的話你已經粉碎了 對 怎麼可能這麼完整 然後他們就特別 登上去看 看了以後又傻眼了 在上面看到什麼東西 他的地點 已經讓你覺得很奇特了對不對 時間更奇特了 怎麼樣時間 因為他看到了 普魯士的黃徽 就是過去普魯士 王朝的時候 他的黃徽 然後一查 裡面有些基建嘛 有些文件 還跑到德國 普魯士漢堡那邊去 一查是他們當年造船長 1891年 做了一艘貨輪 真的有這艘船 你說真的是人類做出來的 這是德國做的 在1891年 在漢堡出場的 可是沒想到 這個貨輪跑到納米比的沙漠上 所以這個地點太詭異了 這個時間太詭異了 所以人家想到 是不是真的是 透過什麼特殊的時空機器 把它給轉移到這個 不可思議的地方 不可思議的時間 可是不是只有這個東西 不可思議 不可解釋 這個是一個衛星地圖 出來之後 美國CIA嚇了一跳 立刻主持特工 要潛入俄羅斯去調查 保健看 這個也是在沙漠這邊 保健一二三四 有四艘大船 四艘船 竟然在閒海 離閒海海岸 250公里的地方 而出現 在沙漠中央 這也在沙漠中央 保健看 這四艘大船 當時是 美國發射了一個 快鳥衛星 它是一個商列衛星 但是是高分辨率的 它一天 就採收很多的照片 賣給美國軍方 美國現在一看之後 嚇了一跳 怎麼樣 你看到沒有 這四艘船 非常的清晰 有四艘大船 可是呢 你看這周圍 沒有一滴水 都是路邊 那怎麼衝過來的呢 這怎麼衝過來的 在一言 發現它離現在的 我們當時 閒海在退縮 可是保健在閒海 再怎麼退縮 它距離現在 這個閒海的海岸 250公里 而這250公里 怎麼可能 你會送過來呢 那CIA呢 在2005年 看到這照片之後 立刻派了特工 上去去看 就跑來看了 跑來看了 嚇了一跳 因為我們過去想說 離海 閒海那邊 曾經有大洪水 如果它是木造的 是幾千年以前的 那就可能是 洛亞方舟 那就另外一個故事 可以保健 它是鋼鐵製的 是鐵製的船 什麼時候做的 然後是發現 它裡面的年份 1980年代 到1990年代 俄羅斯 可能那個時候 打造的一個船 竟然四艘 怎麼會用到 這個內陸裡面呢 俄羅斯的船 怎麼可能 跑到離海裡面去了呢 閒海這邊 在內陸這邊 還有一些離海岸 250公里 可以保健 你再仔細的看周圍 沒有拖行的痕跡 而這邊呢 更不會 閒海再怎樣 也不會有大海嘯 把它給衝到這邊來 然後也沒有農捲風 所以他們就突然想到說 過去的時候呢 你看這周圍還有一些城鎮 如果過去有這樣一個東西的話 你早就周圍被摧毀了 可是都沒有 所以他們想說 是不是俄羅斯呢 跟美國一樣 也在做時空轉移的一個實驗 你說廢城實驗 廢城實驗 所以呢 美國的一個科學頻道 特別去說 其實廢城實驗 那個時空轉移的 美俄 都從來沒有放棄過 俄羅斯也在做廢城實驗 因為他們想說 過去的時候 烏拉爾山區 有神秘的失踪事件 那有很神怪的四川坡 我們知道 在一個很大的能量的時候 有些四川坡 所以有九個人 不是神秘的死亡嗎 對 會不會跟這個廢紙 他們做的實驗有關 因為也是用一些電磁坡 能量耳朵 聽不到聲音 才會啟動的 而事實上美國呢 他們歷史的那個科學頻道裡面呢 也講說 其實美國的廢城實驗 從來沒有停止過了 美國還在進行廢城實驗 我們知道說1943的時候 他們想說如果最快的打擊 最好的方法 我就是把船艦 直接的透過時空順利 轉移出去 所以他們做了廢城實驗 那做了廢城實驗之後 後來不是出了一些狀況嗎 然後他們都停下來 可是那一批人 在二戰之後 留下來了 他們轉入了空軍 他們在空軍裡面 就做了蒙托克實驗 還是同一批人 再繼續從廢城實驗 做到蒙托克實驗 就把那個時空轉移 把另外一個時空的怪獸 帶回來了 對 這蒙托克實驗 它是1980年代 而他們呢 美國的那個科學頻道講說 他們發現在1986年的時候 內華達州也有類似的氣場 類似的磁場變異 說是不是蒙托克 在紐約那邊失敗了 在內華達州51區 還繼續在做這種時空轉移的實驗 好 那下面我們看到 這個就在閒海附近 所看到的廢棄船 而這個廢棄船 居然在離閒海250公里的地方 是什麼樣的力量 把它給送過來 更不要講 在納米比那個是長100多公尺 所以很多科學家講說 除了廢森實驗的時空轉移 你無法去理解 怎麼樣去運送這麼巨大的船艦 X檔案永遠排名的第一名 廢森實驗 我說廢森實驗是X檔案的第一 永遠第一 到現在沒人 八 七十年了 沒人可以超越它 真的假的 真的 1943年 美國人居然 可以讓一艘驅逐艦 用巨大的人間 瞬間把它轉移到479公里外的軍港去 479公里 好 這件事情一爆發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有三個疑問 第一個 這件事情是真的還假的 第二個 如果70年前美國就成功了 為什麼70年前美國人不再做了 第三個 有沒有更神秘的事情 沒有揭發 我們就讓大家來解答這三件事情 好 1943年的廢森實驗 其實它本名叫彩虹計劃 彩虹計劃 1931年開始計劃 這計劃裡面包括了 最有名的安伊斯塔 特斯拉 都在這個計劃裡面 他們兩個都參與了 對 很多人都說廢森實驗 真正弄成功的是特斯拉 1943年 他們在7月22號 做了一次廢森實驗 但是沒有成功 那時候特斯拉已經往生了 特斯拉就在那一年往生了 但大家都相信 產生這麼大的能量 匯集這麼大的力量 只有特斯拉做得出來 只有它可以做到 對 1943年10月28號 它裝了很多很多 高能量的儀器在上面 它用脈充光 電磁場 形成一個巨大的磁場 突然間看到一陣藍色的光 夾雜的綠色 煙霧 把它圍繞起來 啪 它就不見了 不見之後 瞬間出現在 479公里外的 弱福克軍港裡面 居然瞬間時空移動 產生了 而且第二天它才回來 回來之後 美國人驚嚇住了 怎麼樣 原來你在時空轉移的過程中 以分子裂解到一個時空 你再回來的時候 你在時空中裂解之後 推擠推擠 一出來之後 怎麼樣 人砍在甲板上面 人砍到鋼門上面 人砍到牆壁上面 人 血肉跟鋼體結合在一起 原來時空轉移之中 人體跟鋼鐵整個融合在一起 在時空轉移的時候 人體會分解 鋼鐵會分解 所有東西都會分解 在分解過程裡面 人跟鋼鐵又組合在一起 當這艘艦時空轉移到 弱福克軍港 又回來之後 居然艦上多了四面信號旗 這信號旗有什麼學問 我跟你講 全世界每艘軍艦上都會用40面信號旗 每一面信號旗 有它特殊的意義在 它突然之間回來之後 掛了四面信號旗 好 這四面信號旗 它是用英文字母一個一個字代替 它一回來以後 掛了四面旗子 回來拖了四面旗子 對 保健你看 多了一個J 這個是J 這個是K 好 注意看 這個是X 這個是U 你看看 U 就這個 你看我們從遠看 注意喔 這個我們是做mark出來的 各位觀眾看 這就K看到沒有 這個中間有個十字的 這個就是X 看到沒有 來我們比對一下X 看到沒有 這十字中間一個藍十字 有沒有看到 非常清楚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東西 U 你正面臨極大的危險 好 第二個是 停止你所有的行動跟意圖 說你不要再做這件事情了 第三個 你會發生火災 請你保持距離 第四個是 我期望跟你對話 所以這個四面旗子組合起來 對 是你正面臨危險 停止你的意圖火災保持距離 還有期望對話 對 好 它突然間掛這四面旗子 誰期望對話 為什麼要停止你的行動跟意圖 這是誰在提出警告 所以這四面旗子 非常非常的 現在最新的研究方向目標 都在研究 誰掛上去 誰掛這旗子 好 那現在最後一個問題來了 為什麼美國在七十年前 居然能夠移動這麼大的區域件 它為什麼後來不移動 停下來了 因為大家認為 這個行動再做下去 可能毀滅世界 那它為什麼可以順便移動 能量這麼大 特斯拉做這麼大的磁場把它移動 有人甚至認為 可能打開了一個圍黑洞 那在圍黑洞一過去 圍黑洞打開 對地球是非常非常恐怖跟危險的 可能葬送世界 先沒人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是有人就說 差一點可能毀滅了世界 好 那包老師 你是第一個 在電視上討論飛沉實驗的人 而你今天有幫我們帶來三個影片 你可以從戰機上面 看到了不明飛行物 我覺得今天我要講三件事情 這三件事情都是跟飛機有關的 飛機有關 首先這個是在今年的2月17號 2月17號 你看太陽報 2月17 二月20號 這是2月20號登的 但這個事情是當時的禮拜六登出來的 禮拜六的前一天禮拜五 禮拜五就是2月17號 那這個太陽報登出來一個事情 你可以看到 這一架波音777 一架Europe Fighter 可能是標峰 然後它這邊畫了一個圈圈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拍到一個奇怪的東西 然後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就是比較清楚了 首先它是三架飛機 在同一個畫面 那大家問這是誰拍的呢 它說明後面還有一架飛機 拍到這三個畫面 另外一個軍機 這是什麼事情呢 要看這個地圖了 這個是英國航空公司 波音777 有一架飛機的班次 從印度的孟滿 經過克隆 要飛往英國的倫敦 然後這個飛機呢 它飛到德國的時候呢 在德國的飛航情報區裡 可能不知道發生一個什麼誤會 所以讓德國飛航情報區的民航局人員 發現這架飛機可疑 有不明意圖 對 連派了兩架Europe Fighter去追蹤 這邊這邊這邊兩架 一架兩架 兩架去追蹤 然後另外一架照相 收證啊 這個收證的過程中間呢 看了一個很奇怪的小點 一個快速移動的小點 首先你可以看 有一個東西左上角一個黑點 慢慢往上移 注意它移動的速度 等一下我講那個太空站的時候 你注意它的速度 比飛機快很多 你看這個是在四萬英尺 所以它的凝結尾 非常清楚 然後就這樣上去 這個時間經過計算 一分三十秒 你看到沒有 可以可以上去 如果是飛機啊 如果這麼遠 不可能這麼快 不可能這麼快 你的相處所以都不可能這麼快啊 所以說這個影片呢 原來應該是在德國的軍方的 後來這個飛機這個資料啊 大概隔了幾天 馬上post在網上給大家看 德國軍方拍到的 軍機拍到的 因為這個是這個就是這個 因為德國的民航機 它這個在克隆上空 這架飛機不知道發生什麼問題要追嘛 所以它要收證嘛 所以它飛機拍到了照片 一個要追一個旁邊收證 對對對 然後收證不小心就拍到一個這個黑點 然後這個黑點呢 第二天馬上post在YouTube上 然後post的一天 我就發現我馬上把這個 看看數個一下 大概一分三十秒 而且剛才講的太陽報 還特別的把它看出來 剛好看了 太陽報也特別登出來這段新聞 所以表示說這個新聞 基本上來講 假的成分比較不會那麼多 而且它有飛機收證 這是非常怪異的事件 而且證據非常的清楚 而且還可以數 它這個黑點從左邊飛上去 一分三十秒 很快的飛過去 很快的飛過去 這是第一個事情 然後呢 我們來看第二個事情 我們先來看這個影片 你可以看它的速度 跟剛剛我們第一部影片 放那個速度很接近 都是固定的速度 所以固定的速度 那很多太空科學家就懷疑 你現在速度是固定的 很可能是太空碎片 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 因為你在太空裡面 很可能有這個 所以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UFO的艦隊 一個說是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會成群結隊嗎 很多 因為它是有一塊 可能分解成好幾塊 同步這樣經過 同步經過 因為在同一個軌道上 速度是一樣 但是它保持一定的距離 因為動著橫動 近著橫近 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之下 所以說這個東西 很多人懷疑是兩個 一個UFO 一個是太空艦隊 好 這是2017年1月14號 在真正太空站上 ISS上看到的實景 你看 這是地球 地球的薄薄的一層大基層 這是太空站上的一個接口 這個是太陽板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東西在裡面走 現在沒有 現在一片黑白 一片黑的 這個時間大概是 我們可以稍微快一點放 一分 你可以看 這邊原來什麼都沒有的 什麼都沒有的 它等一下就會出現 這是什麼一個情況呢 這是一個太空人 從太空站上出來 拿了一個攝影機 在外面做維修工作 在外面做維修 太空漫步 在外面做維修工作的時候 正常的情況之下 它拍到這個影片 等一下拍到這個影片 你可以看到 它還有一隻手 它就不讓你看 因為這是Live的 它擋在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影片 做了若干調整以後 好不容易把這個鏡頭抓出來 然後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因為這個影片長12分鐘 所以我把最精彩的一段 放給大家看 好 太空人在工作 看到沒有 這太空人工作 你這樣可以看到 在太陽板的附近 你看 看到沒有 一直搜了 為什麼 因為有個東西在這裡 好 我們再往前看一點 它故意遮住嗎 它故意遮住 你看 你可以看到 等一下有個東西過來 看到沒有 好快地閃過去 對 它有個很快地過去 再看一下 可是那不會是太空的事嗎 這就不是太空的 因為速度在改變 看了沒有 看了沒有 在這邊 我們再放一邊 它要不要遮起來了 遮起來了 好 再看一下 很快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點 我倒一點回去 把它遮起來了 它手拿開來 你看 來 看到沒有 有個東西過來 來 看到沒有 這邊一個點過來 它把它遮住了 遮住了 就是說它 這個點是從這樣過去 然後再這樣回來 你看 這下來 看到沒有 然後等一下 這地方有一個點 慢慢上去 你看 它把它遮住了 看到沒有 這邊一個點 上去了 所以表示這個速度是改變 而且方向你才改變 方向改變 所以這個不可能是太空碎片 那什麼東西呢 很可能就是UFO 所以我用兩部影片 剛剛那個影片 剛剛那個跟這個做一個比較 表示說這個太空裡面 也有很多不可解釋的現象 最後我有一個影片 這個是2017年的澳洲變 由今年而言在瑞典 一個叫做Telfocene的瀑布 這個瀑布是非常有名 我先把這個瀑布的位置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瀑布在世界來講 是一個觀光聖地 一個非常有名的瀑布 在瑞士這個地方 你看一個Nazzo 一個收口的地方 這個白色的地方 導播經常 這個就是瀑布的所在 叫做Telfocene 這個瀑布 然後在這個瀑布的地方 就是發現一個很詭異的現象 到現在 不好解釋 我們可以看 好你看了瀑布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有光直接打下來 而且兩道光打下來 我曾經不是講過 還有一個嗎 吸水對不對 在光 這個是 不知道 這個也是吸水 你看 這是近距離拍照 你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很怪異 第一個是三角形的 第二個它有燈光 有兩個大的圓筒對不對 這下面有很多小圓筒 我們在猜測 瀑布的能量 透過這個光 輸入上去 這是我們的猜測 而且它一直停在這邊 不懂 停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這個影片呢 沒有任何說明 但這個網站 我曾經曾經多次使用過 這個網站 真實度很高 真實度非常的高 而且有軍方的性質在裡面 有軍方 所以說它照了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東西的形狀 很像就是不明飛行物體 但是它現在已經是明了 只是不知道什麼樣的物體 然後鏡照 可以看到它 兩個雷射光束打下來 然後詳細的情況 我們不知道 這個就是在瑞典 2月份最近的 拍到的 在所謂的風景區的大瀑布下面 拍到的不明飛行物體 吸取瀑布能源的一個影片 在中間的拍攝 而且你不停地留意 就要拍到的 放鬆 你是否也會有 可以看到 你會有的